易傳媒張劍馮、蘋果日報、挪偉光等 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案件 然後明天到八月, 再上 用白特通領取電子消費券 最後一期一千元 消費用途沒有限制 陈茂波认为退卡套现的誘因不大 孔凡毅说至今大约100宗以上个案 可能与疫苗接种有关 所见比率很少 各位 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雄 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 以及苹果日报有限公司等三间公司 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 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去到8月13日再信 两个被告被拒绝保释 59岁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雄 以及47岁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 分别由警车押送至西九龙裁判法院 同样被起诉的苹果日报等三间公司 都派代表认信 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 总裁判官苏惟德审理 案情说 苹果日报有限公司 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 苹果互联网有限公司 张建雄和罗伟光 在去年7月1日至今年4月3日期间 即是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 同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人 串谋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 组织、人员 实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 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 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8月13日再信 以便警方检验早前在张军澳一传媒大楼 检获的40部电脑和16个侍服器 获总裁本官批准 张建雄一方申请保释 说愿意辞任一传媒集团所有职务 现金300万担保 而且不离开香港 交出所有旅游证件 每个星期三次向警方报导 还有不会以任何方式 发表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行或文章等 但控方反对保释申请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导 透过白特通领取电子消费券 最后一期一千元 消费用途、时间都无限制 甚至可以退卡套现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 套现的誘因不大 强调这个安排是给予市民胆盛 政府将会分两期或者三期 向市民发放五千元的电子消费券 但又容许市民存起来 一次过大压消费 被责疑为什么不直接派钱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 在位派发安排解话 我们希望这个消费券的 促销、促进消费 推动经济的动力 能够持久一段时间 放眼未来 其实网上销售电子支付大势所趋 这方面香港真是我们要追上时代 以前你可能都用手机打过 竹精灵那些活动 就是你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大家一起去做的时候 一落开心 二来就对于整件事推动 来达到我们电子支付的基建建设 是很有用的 当局指定四个支付工具中 当八达通婚三期以二千、二千、一千的方式领取 最后一期一千元 消费类别时限都没有限制 会不会有市民透过退卡套现那一千元呢 被问到会不会领取消费券 当局也都强调只会透过短相通知市民申请状况 不会提供任何的网站连结 抽查的时候只会提供电话号码要求市民支电 呼吁市民慎防骗案 无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 消息指新增一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不另外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召集人 孔凡毅说 至今大约100宗的异常个案 不排除与疫苗接种有关 所占比率好少 本港累计接种313万剂新冠疫苗 超过188万人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孔凡毅说 委员会审视超过300宗异常个案 当中有三成即是大概90多宗 可能与疫苗接种有关联 或者不能排除关联 接种复必泰疫苗的年龄降至12岁之后 孔凡毅说暂时未接获青少年打针后的异常反应报告 但会密切监察 政府早前更改死亡个案情报准则 只是公布与疫苗关联的个案 他透露委员会考虑微调通报机制 政府疫苗保障基金早前就三宗个案一共批出45万赔偿 孔凡毅透露都是涉及科兴疫苗 分别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接种之后出现严重急性过敏 两个五十多岁的男女出现面痰和普通过敏 而至今有三宗严重过敏个案 两宗涉及复必泰疫苗 一宗是科兴 比率很低 与季节性流感疫苗或肺炼求菌疫苗情况相若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尔报导 广东新增六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广州深圳分别有两宗 佛山和东莞各一宗 因应疫情 深圳机场昨日取消至少六十三架班持 其中东莞的个案前日开始出现症状 之后吸诊 感染源头不明 深圳的两宗本地个案 一个患者是东莞源头不明个案的丈夫 另一个患者在深圳保安机场工作 病毒基因測罪显示感染Delta变种病毒 至于佛山的患者所住的小区 月初被纳入封闭管理 期间多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前日因为同栋大厦有人确诊 被送往集中隔离 之后确诊 因应出现本地个案 深圳 东莞都有地区提升至中风险地区 大致天晴和酷热 但有一两阵骤雨 一点钟气温是32度 相对湿度7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紫外线指数是10 强度属于10高 新闻报道结束了 再会 下来